有些虾表面上是一顿大餐 背地里却泛滥破坏农田 今天的咱们来说说 让人们又爱又恨的铁甲猛兽 小龙虾 小龙虾原本是人家老美的本土生物 体长5到11厘米 最开始是日本引进做实验 谁承想虾肉的蛋白是贼毒 后来就把它当作牛蛙饲料 只是20世纪30年代 日本人把它传入我国 不懂的人还以为 小龙虾是传播瘟疫的生化武器 还好它体内并无病毒细胞 最终通过了检疫 在江苏地区开始了中国之旅 最开始的家伙还是被当成饲料 后来人们发现 它在脏水里也能活下去 甚至连垃圾都吃 所以有人把一部分小龙虾丢在野外 让它当水域青岛夫 但是由于它的生存繁殖能力太强 在零下14度到40度的气温都能活动 每年排卵七八千颗 又加两个月就能长大 导致最后大肆繁殖的小龙虾军团 开始施扣四处牵血 很快席卷了全国 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组成大错 小龙虾坏乱终于被重视起来 小龙虾到底有多能吃 它们主要以水生动植物为食 一旦拖垮当地自然生态环境 就会前往下个目的地继续破坏 而且没事干的话 就爱对农作物下毒手 水到一减一个准 粮食全部被糟蹋 农民顾不开言 它们天性爱酸地 把梯田 农地 水坝整得到处都自动 轻则 农田营养流失 重则造成洪涝决堤 为了解决小龙虾泛滥 几十年来人们持续进行捕捞灭害 源头截断 地狱为党一网打尽 很多地方还采用高价收购集中处理办法 促使更多人加入捕猎大队 可以说只要能消灭虾 啥方法都是 其中云南最下功夫 从2010年开始 洪河州与原阳县两地 每年都会划出100多万专项资金 购买高小杀虫剂 最高记录5个月灭掉2000多万只 后来昆明开展全民捕虾运动 设立片区统一用渔网在稻田捕捞 用烟熏虾动 后来又采取使用专用杀虫剂 在很多水域允许吹掉 高价回收野生小龙虾等行为 两年内消灭了10万吨 成效显著 可是它实在太难搞 多年人侠大战只是暂时遏止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19年发布报告中 它仍属于我国严重入侵类生物行列 说到这儿 有同学好奇 小龙虾在中国泛滥 咱们14亿人能用吃来解决问题吗 这个基本不能 在水质恶劣地区 野生小龙虾体内 重金属含量极高 还长有寄生虫 即使是水质较为干净的稻田 小龙虾也不是躺在那等着被抓 如果触动大量人力物力 抓捕 运输野生虾 会增加成本 算下来还不如养殖的便宜 所以很多重灾区 当地人不仅不想吃 而且抓了也不好卖 同时野生小龙虾品相不太好 买不上价 自然被伤人忽视 很少能够流入市场 现在小龙虾年均消费超过100万吨 甚至有些地方供不应求 但实际上 我们吃的基本全是养殖虾 在各大养殖基地 经常有小龙虾走丢 并且在附近进行繁衍破坏的案例 实在是让人防不胜防 不知道同学们 有什么好方法能制止小龙虾吗